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段荣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阿尔法维奇自战武士局 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第27局 好的 下面我们先看棋谱 黑棋呢还是二连星 白棋星小木 低挂 小飞 这小飞也是阿尔法维奇的一个招牌动作 对付低挂的话呢 它这个小飞用的是比较多的 对付高挂的话它是拖用的最多 低挂就是小飞 这是它一个常见套路 那么 点33同样是它的一个就是经典招式 当这边 一般我们的感觉呢 白棋要为这块空比较容易 所以当这边 但是呢 仔细想想可能也不一定 如果我们普通的想法大概这么想 黑棋应该会再爬一下 然后在这一带不知道它会选择这个点或者是这个点 黑棋在这一带分头 限制白棋这个外市的发展 也就是说白棋这个外市和拆边它配合不上 白棋实战选择的是挡这边 也有它的道理 黑的爬 那么白棋飞 这是阿尔法的棋谱里面一个最常见的点33之后的定型 挂一下脚 给其小飞 白棋现在是反点33 局部来说白的如果要走的话呢 搬这个是最 搬这个应该是最强手 现在应该不太可能选择长这个 现在长被黑棋爬完拆这个边的话 黑棋就太舒服 线上拿到脚 然后拆在这个白棋这个 这个外市 白棋的外市它的作用就基本上80%都被限制住了 白棋局部扳的话 黑棋应该会打 白棋再连扳下来 这是一个局部的常用定型 黑的吃 如果白的吃这个的话 黑棋有吃这个的变化 白的如果打这个 黑棋断打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挂脚 它有引针的作用 这个不能被搂包 搂包完黑棋眼位不足 挂脚有引针的作用 白棋如果能 这样 这样扳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配合还是不错的 这边脚上的紫跟这边的配合 这一代潜力蛮大的 所以这也就是白棋挡这边的它的道理所在 好像这样的配合比刚才挡那个被黑棋封头 或许还会好一些 但是呢 现在白棋实战也没有马上去搬这个 而是点脚 看来这个 在阿尔法围棋看来点脚 是特别大的一手棋 黑棋也是一档 一模一样的黑棋也是一飞 顶 左右同行 然后呢 黑的打吃 打吃一粒 就避免了刚才我们说白棋搬进去之后 转到这边的手段 白的也是这么一打吃 再一粒 黑棋飞完拖鲜之后 这打吃了粒也是 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下法 白棋打吃一粒 脚上彻底走干净了 走干净了 同时这个黑棋将来如果被白棋在这一带走过来的话 黑棋这不能称之为肯定不是后事 应该说也不能算是外事 搞不好就是一块 白棋还要进攻他 所以在上边 虽然是二路都有子两边漏风 但是在上边谁先动手 应该价值还是 价值还是蛮大的 谁先动手在上边就可以主动进攻对方 所以现在黑棋先动手 加工在这 加工在这个位置 那白棋如果普通的 如果往上走一走 那黑棋就顺势飞过来 虽然这漏风 但毕竟黑棋还是走到实地上 将来 将来这里还是可以为一些空 顺带也照顾好了自己这块 而白棋呢 这样的正这种下法 它是占不到实地 而且这块毕竟还没处理好 还需要再接着处理 所以黑棋抢先进攻是 价值蛮大的地方 白棋这时候怎么来应对呢 他下的也非常的强 反肩冲 你敢离我这么近 反肩冲 肩冲在这里 黑的当然要往上冲了 如果往这爬 一路爬过去 被压在低位的话呢 那黑棋等于 怎么说呢 黑棋先动手 反而把自己的棋子 走在特别窄 价值特别小的地方 那就不对了 肯定是要想冲出来 白棋一尝 为了飞出 如果跟着贴 我们可以看到 白棋这个压是先手 走到这刚好被连搬进去了 黑棋出不来 那么飞呢 白的如果尖顶的话 黑棋是一定是要往外挺 白的封不住 所以要飞除 白的 飞的弱点呢 就是白棋能挡一下 这个黑棋 这么来是不行的 白的有这个靠 这一靠段 下边一扳也受不了 这上边吃掉这颗子 黑的也受不了 所以 这个 下成这样 黑棋不行 那么贴是贴不住的 白棋有靠段的手劲 黑棋往下立一步 防止你靠段和冲段 那么白棋当然要出来 再被贴就死了 贴出来 之后呢 黑棋也是反加 这个地方 也是个要点 如果这一代被白棋走过来 这一代 那么 白棋加强了自己 又进攻了黑棋 而黑棋走过来呢 肯定是对这块有照应 又进攻了白棋 所以这地方 虽然是一个 唯控唯不了什么 白棋随时可以跳进去 但是不能 不能只以这个 唯控的角度来看待 等于也是一个 双方攻防的要点 往上跳 这是必然的 这里被加弓了 如果这边再被黑棋走过来 那白的就苦了 所以 黑都能以坚顶 尖顶 尖顶呢 要搬这个头 同时也要搬这个头 白棋现在如果照顾这块 长一个 我们可以的把这个头搬过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 黑的也是很主动 这一排压过来 逼迫白棋在一个价值低的地方走棋 黑的走后之后 这白棋也不是很安全 但黑的还要打入境 这样的话白棋就被动 而白棋呢下的也很强 挺头 这地方双方都很紧凑的 从这部尖冲开始 双方的这战斗都非常紧凑 我们再看后面 搬 搬是绝对的要点 如果挺你这么出来呢 就不太像样 被白棋尝 这还留着靠断的问题 这要点已经被白棋先站住了 黑棋都在 可以说黑棋都在走单关 所以这两个是一人一个的要点 白棋竟然挺了 黑棋必搬 白的这时候 如果要逃这块呢 跳 跳这个 逃 逃是绝对可以逃的 黑棋冲的话 白棋挡住 那么但是 逃这个的话 也有它的问题 长这个白棋必须得 必须这样打一下 否则的话就被冲断了 需要这样打一下呢 也就是说黑棋这个是先手 那白棋的棋型还是有点 怎么说呢 好像有点黑棋不过 断这个或者断这个 白的棋型不太好 战斗感觉比较被动 而白棋实战呢 是 它不愿意让自己有那么多棋型上出现那么多断点 搬这个 黑的如果退呢 白棋当然好了 直接一步棋就拐进去 这里是没有断的 虎的话就可以挡住 断的话被扑死了 黑棋 黑棋断反而被扑死 白的就完整的连成一体 这黑棋当然不愿意 斑嘛明显有一断 黑的必须断 而白棋这一般当然也 它当然不是什么随手一般被一断死掉 但是白棋就打算弃子 就这么一尝 尝完之后这个有挤 这一挤 滚包 就把黑棋吃掉 所以尝试先手 黑棋贴 补一手 断打 拐 拐一个问问黑棋补在哪里 如果挤柱的话 这里白棋会多个断点 但是挤柱可能也有挤柱 它不舒服的地方 比方说将来白棋这一代 有线索的味道 这扑扑什么 黑棋也有它难受的地方 黑棋实在贴回在这儿 回贴在这儿 可能觉得味道好一点 各有利弊 这走在什么地方各有利弊 白这一粒 跳出 黑棋跳 下到这儿呢 黑棋跳出来之后 那么白棋就把这个给弃掉了 这弃掉呢 黑棋也吃了是20多亩 20多亩 但是白棋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将来在这一代还有一些借用 这是小小的增加了一点木树 这样关键是将来在这一代可以借用一下 那么对这块是 对这块白棋 它是有好处的 当然白的 我们看接下来白棋的下法 黑棋呢 先实实在在的吃到了一块 那白棋如果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走呢 这块死了还是有点大的 我们看白棋有什么手段 尖冲 这一代有很多线索 也就是说相对来说这块白棋比较强 所以在这儿要施展一些 不能让黑棋太舒服 黑棋爬过很多 再打入 这招法很有意思 先尖冲再打入 如果直接打进去呢 黑棋可能简单走走上边 也比较容易处理 尖冲完了再打入 它不会让黑棋轻松的连上 黑棋如果走这个 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白棋就顶完一小尖回去 把黑棋断开 黑的就不好办 如果斑的话 白棋也是一定要断开黑棋 不管怎么说 白的这地方 把黑棋进回去 要把黑棋断开 要把黑棋断开 这样的话呢 才能够起到进攻对方的作用 如果长的话 它也是可以冲断 再走的话 断完跑比较严厉 黑棋呢也没有办 但是从这里拐出来 从这里拐出来 白棋长 出头 这出头是必须的 白棋跳 再贴一下 贴一下也避免白棋靠断的时候 这地方如果被白棋靠断 黑棋吃 白棋就把黑棋整个就给包进去了 而你如果直接这么跳的话 这个靠断的手段依然有可能存在 被黑棋贴 把自己七星彻底下后 白棋顶 免得被黑棋斑 再跳出来 这样子就彻底没问题了 白的一靠 黑的飞 飞这个棋型比较好 下一步贴这个和扳 这两点必得起 黑棋可以走得比较舒服 如果先扳的话 先扳甚至断不太 先扳的话 这白棋走的子越多 对这边影响越不 会影响到这边的黑棋 单飞 白棋这时候 吓得挺有意思 很冷静 把这个沾上 沾上它的作用呢 是 它 这里本来有断点的 断了之后 白棋本来是要 只能从那儿 回去 总算是 多多少少算是白棋的一个弱点 当然黑棋也有可能选择底下肩 这里白棋形状有弱点 这一粘 彻底的厚了 接住之后呢 彻底的厚了 那么下一步很显然 这贴或者飞 要吃这一块 黑的如果逃出来的话 黑棋如果逃出来 我们看一下 这棋 那么白棋 比如说尖顶在这里 这要断开你 如果黑的都连 白棋把黑棋断掉 这样的话 将来还有铺的手段 这黑棋 觉得比较讨厌 不过你如果沾这 还有断 如果把黑棋这样铺回去 那白棋的掌位就很舒服 将来一间 里面还有杀器的问题 这块黑棋技术 逃出来呢 它也是仍然是一块 枯齐 依然还是一块 枯齐 那黑棋实战 黑棋实战下的也挺有意思 棒阶 黑棋就不打算要这块 黑的觉得这地方 如果被白棋 黑的觉得这个地方 把白棋分段还是很重要 棒阶一下 白棋挤 因为黑棋接住之后 产生了这个 挖断白棋的手段 白棋挤在这里 这个呢 黑的不能再硬 如果你再硬 对白棋先手打吃一下 这个挖断就不存在了 直接被 黑棋不太可能这么扑进去 自己负担也很重 那等于白棋先手解除了 这个挖断 该挡还是挡下去 白的棋在这 防断 一起跳过 这接一下呢 比直接跳过 直接跳过的话 这白棋有可能将来 将来有直接挖断黑棋的可能性 而沾上等于把这个毛病也补了 这个断点呢是不存在的 然后再跳过 这棋可以说 双方对厚薄看的挺重的 他宁愿就比如说这块棋弃掉 也要把这个连回去 这一飞 这吃掉也是 20多目 但是 从这种地方 我们可以看出 这Alpha看来 那淘这个不如连回去打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值得品味的地方 好 白棋一飞 这边呢 跑不掉了 这个如果这么冲的话 白棋甚至是要挡住吃你 这个打吃的话没什么 现在暂时来讲没什么气 白棋就打一下拐过 一个全死里面 黑棋贴这个 这也是巨大的一手气 贴完黑棋后 将来再被黑棋这么攻过来 白的就受不了 白的小尖 黑棋弃掉这个 怎么说呢 感觉上确实大局观蛮好的 一个是把自己都走厚 另外可能这一步贴在它看来 也许就能抵回那块气的损失 这地方确实也挺大 先说便宜完了之后 就在这 瞄着这地方的一些味道 比方说这一段 各种味道 白棋跳一个 补一补 黑棋继续来 要求你缩回去吃 那么黑棋就先手便宜了 白棋不肯 像铁柱的 跳 一起捞着要白棋缩回去 白棋呢 就是不愿意 要往外出 出头 这个斑断的问题 白棋呢 挖 挖是一个手镜 如果你这么虎着 虎着补毛病的话 黑棋顶是先手 冲先手 这白棋没有眼味 黑棋可以先手顶先手冲 而挖一个 黑棋如果吃这颗子的话 等于这个 白棋已经没毛病 已经没毛病 打吃是先手 这样的话 白棋就先手补了 先手把这个 斑打几段的毛病给补掉 所以挖是手镜 黑棋呢 单砖 黑棋当然不愿意在这儿落后手 白棋补在这儿呢 就比单虎要强 它等于吃掉这颗子呢 带着眼味 这局部 局部也是 局部手段也非常重要 如果这一单虎 这效果就比这样差多 一切断 白棋当然要吃断 黑得一打吃 这时候它问问你的应手 如果你粘上的话呢 这个 这个味道总是很奇怪 比方说黑棋尖 你这几段 几段显然就不行了 被黑棋这一冲就冲过来连上 滚包连上 所以呢 白棋是强硬的挡住 一起提 找个结材 提过来 针 针也是要点 进攻这块 同时要扩张下边 白棋跳 这地方呢 这地方呢 是这样 黑棋提这个的话呢 白棋有打这个的可能性 这并不是一个对白棋来说 特别 就说不能输得紧 白棋可以这样下 把黑棋还是包在里面 但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部棋很大 如果一旦黑棋断 白棋得往那连 那么黑棋 打吃是先手的 如果打吃是先手 这壶全都收进去 全收进去 所以这部棋是很大的 当然也有打不到的可能性 但是呢 黑的提掉 这白棋风险也很大 提完了之后 这一照 白的也没壶 所以如果能收成这样 这部棋价值是很大 所以白棋呢 所以白棋跳这个 这也是高效率的步 它不是提在这儿消极 而是跳在这儿 这样的话呢 就比提占得更多 坚定 把其冷静的一跳 照顾这块 照顾这块 同时呢 也威胁黑棋这三个字 把自己也彻底下厚 一起往里接 提一下 读过 补了之后 就不可能再跟黑棋打结了 因为你再打结 就等于你提完再提的话 就多花一手棋 一起粘 这时候白的如果挖呢 还有的断打 粘上 这个白棋还是有点问题 我这么接的话 黑的 不管断哪边感觉白棋都会挺麻烦 这里头的味道 有点纠缠不清 白的也受不了 所以是冲阵 少吃一点土的安心 慢慢补 这虎当然很大 白棋冷静的一跳 看上去呢 白棋很客气 我就自己跳一个补补 补补好 这就让你围 但实际上呢 黑的也不是那么好围 比如说这样围 白棋这 扳之类的手段 白棋把自己下厚了 这扳啊 什么 在这地方 各种瞄着黑棋的薄位 不会轻易的让黑棋就都围住 所以黑棋也没有这样围 而是小尖 这要断 白棋连 那么顶 黑棋也很黑 当然白的这么下是不行的 被黑棋全都最大限度的围上 沾了也是不可能 沾的话 黑棋也是完整 黑棋要求最大限度的围上这一块 那么究竟这块能围多大 这就是这个 这盘棋可能胜负的一个关键 这棋下到现在还是相当精彩的 上边双方的弃子和反弃子 以及下到现在这个黑棋下边究竟能为多大 白棋在黑棋的这个空里面 到底有什么样的手段 我们继续看他们的后半盘 黑棋要求最大限度的围住 我们看白棋怎么施展手段 点在这儿 这就是一个可以说点在黑棋腰眼上 让黑棋比较难受 如果这么贴呢 显然白棋如果能长鲜手呢 这地方黑的就已经不太对了 黑的要被断 白棋多这两个子在这儿活棋就很容易 所以黑棋单站 白棋坚定 问你怎么走 如果你粘上 那么将来白棋半粘式先手 这实地上 在实地上白棋已经 这顶完半粘式先手 白的已经是收获很大 因为本来这样的棋行 你如果直接坚定 不可能下出那样的效果 黑棋肯定是斑或者单粒 不可能顶完斑阶之后 黑棋在这儿再补一手 所以 那么白棋先刺一下 再坚定 黑的如果肯粘 那白棋留着这个半粘的先手 可能先在这边考虑什么其他的动作之类 已经便宜 所以黑的肯定是不愿意粘的 粘肯定不可 现在挤一下 反问白棋的应手 白棋弯一个让黑棋走中 让黑棋走中 让它冲 这个必须打 粘一下 白棋贴回去 因为黑棋这个粘 基本上可以看成黑棋粘 白棋是要补下边的 所以白棋贴回来很正常 冲 黑的如果要淘这一块呢 如果要淘这一块的话 那很自然的 这边就没了 虽然能跑掉十多二十度 但是这边都没了 所以黑棋全核利弊之后 决定那块还是气料比较好 冲 再冲 又把这个给切了 切了它换回来 把这个冲掉 要把下边全都围住 黑棋的意图是把下边全都围住 小剑 不肯接 要接在下边 剑在下边强调下一步虎进来 这个木树和白棋斑粘道 这相差得有十几木 白的肺 把这块吃干净 防止你什么结质类的这种残留的味道 这多个子 把这块吃干净 下午要进来 黑棋肯定是要走这个 但是在走这个之前 先来便宜一下 次序都下得很紧凑 白棋也不能进 这里有黑棋要连回去 白棋拐 黑棋走这个是要粘回去 那么白的这一拐呢 很显然你粘 被围充 就断开你了 白的等于吃进黑棋这块的同时 把这个子也连回了 黑的 先手便宜一下 再封住这个 如果黑的都能围上 那显然白棋是不行的 所以白棋还是要 还是要在这中文章 在黑棋这块大空这 想点办法 走这个呢 是要冲 打吃先手 再粘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子的作用 你直接来的话 被黑棋过来了 所以希望黑棋粘 那么再在这一带 想办法活一块 黑棋靠在这比较紧凑 白的还是这个 下一步呢 它要求虎 这背一打呢 白棋就连上 如果你不管顶也好 拖也好 斑 打吃的话就做节 做这个的话 这眼型丰富 马上就眼型出来了 所以黑棋打这个 是破眼的意思 破眼 把它再冲 黑的呢 虎这个 黑棋也没有采取 一种硬杀的态度 可能就说 阿尔法 尾棋判断了一下 觉得硬杀的概率 不如不这样下 黑棋虎在这 白棋走在这 阴阴约约 已经有点 要做活的意思 那么黑棋打吃 白棋能吃掉 如果再在脚上硬的话呢 恐怕这块还是有危险 那白棋吃 吃到这呢 基本上是活 这块棋不可能死 这已经 这还有贴回去 这眼型已经非常丰富了 活了 但黑棋的收获 就是脚上 这里 穿过来 脚上黑棋增加了十多目 把白棋脚上的目 也都给破掉 等于是双方一个谈判的结果 白棋用脚上的代价换来了这块安全的活棋 下成这样 虽然白的活了 但是黑的还是 还是瞄着白棋的薄位 要来就是进攻一下 如果你挡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黑棋就简单沾上 等于黑棋又把这个子连回来 灭了白棋的眼位 同时呢 他灭了白棋贴回去这条路 贴回去连这条路是不存在的 又破了白棋的眼 又断了白棋的路 这样 让白棋再去活 白棋不肯挡 搬在这里 一起反搬 这要翻打出来不能忍受 所以退 接住 白的接上 黑棋尖顶 尖顶要粘回去这个 这地方粘的话是被冲断 可以看到 这有个子的话 它就挡住 所以尖顶它要粘回去 你如果往回冲 那么黑棋尖顶先手便宜了 白棋硬得很紧凑 贴在下边 黑棋现在粘了被挤断 所以呢 黑棋顶住 强调要粘 白棋是斑 不知道他们算到这个斑对这边 有什么 有什么 比较深远的影响 总之 斑在这里 依然你接不回去 这一打一冲断 这里多个子 就对这边 会有一定的影响 黑棋并回来 把它冲 吃断 脱 黑这时候想断开白棋全杀呢 这个是不太行的 白棋只要弯在这 黑棋这三个子就 不好连了 连不回去了 那黑的如果是走什么 比方说 比方说黑棋接 这样 虽然自己可以 这几个子要逃很简单 直接走在这两边 堵就要逃了 但是呢 这个太委屈 没带着什么木树 没带着多少木树逃 黑的也不可 黑棋希望这个 把木树给 帮得比较足 拖在这里 白棋扳下来 白棋不会轻易的让黑棋 拖完以后就提掉或者挤在这 按 打下来 断打 踢掉 这形成一个打结 踢 搬起来 打 踢 从一个找结 这个必须打 踢回来 如果 如果这地方打的黑棋沾上的话呢 掰的就很好办 这个 局部 局部如果这么下 局部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棋可以立 你靠 黑的 搬了 直接度过 所以白的不能沾 但是如果打的黑棋沾上 白棋就简单提 这个局面呢 白棋越打越轻 黑棋再去吃它 白棋就可以 轻松的连 我打说了就轻松连回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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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一下 贴一下呢 本身也考验黑棋走哪 如果 如果退在这的话呢 白棋沾这个是先手 顶在这呢 又 多几个节材 黑的呢 断打了一下 然后 把节消 把节消 如果白棋现在吃这个 消节的意思就是 如果白棋现在吃这个的话 黑棋把这块吃掉 形成这样的转换 白棋现在判断 连回来 连回来更重要 那么黑棋 再把这个节 硬上 这样的话 黑棋把这个节 把节 解决了 把节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呢 白的走到这一手棋之后 这一冲 黑棋中斧被吃下来 总体感觉 白棋还是 应该还算成功 虽然脚上付出了代价 但是 把这块黑棋 控破了之后 还中间 吃了十多目 总的感觉 白棋还是 是挺成功的 把中间吃住 黑的路 再走的就是后手 把这个粘上也很大 黑棋把边上围住 好 那么现在这个 精彩激烈的战斗呢 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双方各有收获 现在进入关子阶段 白的提 是个大关子 黑棋打吃 挺有意思 打吃在这 白棋如果跟着硬 当然黑棋是 先手便宜的 但局部呢 黑棋这个 并不是先手 白的不硬 问题也 白棋实战就没有跟着硬 虎在这里 虎在这里 强调这边呢 有扑进去的可能性 黑的如果粘这有断 对 像这边要把黑棋铺回去 这边呢要断 或在这 同时这里 白棋有很多结材 黑棋铺在这 这是一个蛮奇怪的 这局部来说啊 黑的如果提这个 白旗接上的话 很显然 我们就走简单的 这个 这就是一个打结火 局部是一个打结火 所以飞旗打吃在这 白旗拖鲜的话 实际上是 白旗是觉得自己比较厚 黑旗不容易找到白旗的结材 而白旗呢 像这一带 断什么打吃 白旗得有很多的结材 白旗不怕这个 黑旗一扑 白的弯在这里 黑旗又把这个粘回 然后双方各自收关子 双方各自收关 这地方也是 打吃 黑旗打在这 如果粘的话呢 白旗就先手粘一下 打在这 强调不能被 不能被白旗先手粘到 如果你顶的话 黑旗是要团这个 打到的话 白旗等于先手扣了两目旗 黑旗打住 黑旗 然后白旗如果做的话 就是进货了 黑旗可能是判断 如果跟白棋打結的話呢 也打不贏 白棋確實很厚 黑棋的話結材並不多 黑棋判斷打結打不贏 不如就木樹上便宜一點算 大概是這樣一種 白棋鋪 白棋還要求把這個黑棋鋪回去 打 踢 沾上 這裡是有斷的 但是斷呢也需要若干結材 黑棋踢了之後打打什麼的 一路打過去也都是本身結 而這個結對於 負擔也還是蠻重的 被沾上的話這有斷 所以白棋也不敢輕易地開這個 更何況這塊還沒活呢 所以白棋踢回來 給著踢 白棋沾上 沾上 沾上等於逆收 逆收一個 本來黑棋踢 白棋做活 黑棋先手踢 也有挺大價值 所以白棋逆收一個大關子 打一下 拐 拐 之後沾住 黑棋是不太可能開上來的 因為沒有足夠的結材 黑棋開被白棋提的話 白棋這兒有結材 所以沾住 之後擋 關於這個結的爭端 雙方就和平解決了 這樣呢就進入小關子階段 轉一下 反彎 轉彎 轉彎 車子彎 轉彎 要求Prosite 轉彎 轉彎 要求Prosite 这地方虽然没有棋 但是黑的断完了之后 这一般 等于白棋这里都没木了 而且将来还要补一手 所以这个力也是挺大 长 虽然会被吃揭不归 但是尝一下这样烧关 应该说也没什么坏处 充 打射 提掉 挡住 我刚才这个白棋没有虎 而是把这个粘上 然后呢 现在虎这个 现在白棋虎一起往前冲 把黑棋虎一起挡住 这地方被白棋拐的话收起收的厉害 提掉 等于黑棋跑是线索 线索跑的话价值还是挺大 白棋提是一个逆兽 所以要提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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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炸 大头轨 这样白气气反而短 这个是一个基本手镜 黑气再铺 再粘上 走成这样的话 白气等于只有两口气 这样气反而短 所以跳在这 这样白气气差 黑气将来要收气吃的话 得补好几步 往前冲 再粘一下 点 如果拖鲜的话 这里头就说不清了 白气可以搬这个 将来可以做结 气机是不够 也有做结的手段 黑气要硬一个 打吃 充一下 把这个粘上 粘上长气 否则被白气扑了的话 气就变短了 白气接住 接住这个的话 也有利收一目的价值 否则 黑气断这个是先手 这一扑 一打 接这个 一起接住 环 阿尔法维棋 那有 就是说 这 它是 怎么说呢 它等于是 我们 就是说人类的角度来说 它这五十盘棋当中 它没有数棋的 没有说是 数完棋之后 说 谁赢 什么四分之一 或者是半目之类的 没有数棋 按人类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都是中盘胜负 但是实际上 虽然是中盘胜 中盘负 但实际上 它有很多棋 都是 实际上 非常的细 像细棋 半目 或者一目半 这样的胜负 它到最后 知道输赢了 就不数棋了 它没有给你一个 数棋 最后的结果 总是下 有的很细的棋 它下到一个 还差两三步 三四步就结束了 它就不往下下 挤掉 挤掉是先手一目 这一扑 打吃再打吃 就吃死 不是先 不能说先手一目 这是一目棋 因为白棋接这个是先手 挤掉是一目棋 断 踢 踢 踢回来 捯一下很细腻 捯一下的好处是将来在这里留一个结材 再打吃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如果直接被黑漆提一颗子的话 这里白漆是没有结材的 踢接 这有个单截 温度 还猜 可以 就 搅 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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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之前 我们摆这个顺序的时候 白旗团住以后 黑旗冲完 黑旗这里断了一手 刚才在摆变化图的时候 这里少摆了一颗子 现在应该是这样 这样的情况 提 黑旗断 白旗叫吃 然后提过来 打吃 接上 又提结 打这个单结 实际上这个地方 黑旗如果吃这个的话 价值是利收一目 因为如果被白旗打一下 将来黑旗要补两个 这里只有四目旗 而黑的吃这个的话 有一二三四 这里还有一目五目旗 这里价值利收一目 实际上比这个单结大 但是呢 不过即使黑旗现在 即使黑旗现在逆收这一目 对胜负也是没有影响 白旗把这个结沾上 也是一样 其他地方就没有墓了 再也没有墓了 黑旗呢 是继续打结 提结 提结 白旗打到一下 那么最后这盘棋呢 是白棋获胜 即使这个棋黑棋打赢 白棋也能赢那么一点点 好 这还是战斗非常精彩的一局 这盘棋呢 就为您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